第一標的物是毒品 所以可能這隻狗對毒品的反應沒有那麼敏銳 但是這隻狗它的嗅覺還是存在的 所以還是因為它有其他的性狀 剛剛簡報上也有說 它好玩、好吃、互動性佳 所以這隻狗如果說把它淘汰掉很可惜 是不是能夠轉為其他的利用 所以就來當我們的檢疫犬 訓練能不能聞到動植物產品的嗅覺的部分 因為動植物產品的種類很多 而且它的反應也不一樣 所以那隻狗 企圖犬淘汰下來的 不能講說淘汰 就是不符合企圖的需求的部分 可能就適合做我們的檢疫的要求 所以我們現在的狗狗 很多是拉不拉多的 企圖犬的一般的標的物 都是拉不拉多當企圖犬 那我們基本上呢 現在因為民間已經找不到米格乳 比較少 所以我們現在就能夠讓我們的全種多元化 所以各位剛剛可以看到很多的 拉不拉多 還有我們現在有一隻米克斯 剛剛也在線上之前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自己也在培育 剛剛那兩隻小狗 就是我們自己培育出來的兩隻小狗 現在目前在做社會化的一個訓練 是不是怕人群 會不會怕噪音 那目前就在這個 目前在現在在適應 那大概是三個月大左右的狗 以上 剛剛好像有跟總統反映 說全資跟人力混出 總統有承諾 我們現在來講 這個部分 為了防範非洲豬瘟 來講的話 我們有一些專案 在做一些計畫 還有經費的申請 局長 為什麼不讓總統看你們實際 就是檢疫的狀況啊 為什麼是一定要用這樣子的 模擬的方式 因為怕 因為這裡你剛剛可以看到 循環轉盤都是人 會跟人家有一些衝突 打老民 總統也希望說不要老民的部分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替代方案 在這邊 讓總統了解 一般檢疫選在做業的情形 是怎麼樣的情形 如果說我們今天查到 你會有帶肉皮出來 什麼樣的情況要化驗 你覺得說化驗要花多久的時間 我們會 因為它是從 懷疑它是中國大陸的豬肉 肉製品 我們會採樣 剛剛採樣的 採樣的現場 因為沒有拍攝到 因為你們來遠 那我們會有一個試管 那個 我們剛才採樣的那個試管拿過來 我們會把這個試管採樣 依照家衛所給我們的建議的採樣方式 會把這個試管送到 送到家衛所去做檢測 做DNA的檢測 那時間它上很快 大概我也不太清楚它的檢測時間 因為每個他們的作業時程也會有一樣 但是檢測的結果一定會公開報告 有一些報告 所以你們看看 目前有五例 這個部分就是檢測的結果 因為定時定期的報告 所以它不一定每一樣都會驗 你所謂的每一樣都會驗 如果說海間對肉驗來自被疫區就會驗 對對對 目前我們是鎖定中國大陸的部分 局長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也是它是疫區 因為那個檢疫群的部分 大概你們是每個小時都會安排他們去 就是去積查嗎 還是多久積查一次 因為剛剛是不是為了總統要來視察 所以兩個小時都沒有 不是不是 現在我想你們可能對檢疫群的作業模式不太清楚 我們在機場 因為剛剛大家也知道說我們狗不多 但是不能說因為不勾就不能執勤 我們基本上有配了25隻狗在機場 所以在這個機場的話 每個行下每一天每個時段都有兩隻狗 但是狗的作業是這樣子的 狗的作業它有動物福利的保護 它每個一天不能執行超過六個小時 那在這個每個小時裡面來講 也不能執行超過四十分鐘 所以它一定要休息二十分鐘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會參考今日的航班 到底哪一個地方是來自高危險區 我們會在那邊做密集的一個 一個一個 那聯合茶器的部分是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依照這個行 航班來做一個適當的調整 所以沒有因為總統要來去 不是不是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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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會看到他們在那邊休息 因為他們工作如果超過四十分鐘以後 除了動物福利的一個部分 動保的問題 還有一個嗅覺會失禮 那他們有時候也會上上廁所 局長是不是不只中國大陸 其實非洲 我也是自己把解決的 但是現在我們是貼在那邊 但是不算是成功 我能不能成功 我可以見到 我不是你了解決的